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上任县长当初我们希望创造一个政府优质文化 因为在我的想法里面企业有企业的文化 政府也有政府的文化 那我们希望创造政府的优质文化 那政府文化里面我想很重要就是 我们要以为民服务为我们最主要一个宗旨 我想跟过去不同我们不再官僚 我们政府就是一个服务的单位 为民服务为人民而受制 为我们要服务的政府 那另外我们希望就是一个有效率的政府 有执行力的政府 有能力的政府 所以我想这点非常重要 那我也很感谢有现务团队 现务团队八年来大家辛苦 大家努力 我想执行力 还有这个能力 这一步的话我想大家 应该也都很辛苦 那也让我们这个相当的感恩 相当感谢 那另外很重要一点就是政府的青年度 政府的连结 那这一点我们在这个业中得到内政部 这个华务部所做民调 我们八十一排线的县民 肯定我们县主的青年度 这个让我们 进到我们的会场来 那么希望借由我们县长的杨凡 带领大家航向大高雄的未来 好我们的船已经进场了 我们看到我们 不爱的同学 穿着我们的救生衣水母衣 好的 那么紧接着 我们这重要的主题仪式 我们要邀请我们的最佳掌舵手 杨县长 还有我们的议长副议长 还有我们帆船队 一起来为帆船来扬帆 那么各位媒体记者朋友们 好请大家找到最好的位置 那么请各位我们一起倒数五秒钟 我们就要来扬帆了 来 五 四 三 二 一 一 请杨凡 传越起飞 幸福就业 杨凯先生现在带领我们高雄县政府的团队 八年来打造传越起飞 幸福就业的高雄县 让将近幸福美满 也让下一代能够让他们在快乐当中成长